今年的苹果发布会上,很多人对于苹果的创新力,已经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了。 新版手机和旧版手机没有多大的改变,只是更新了系统换了芯片而已,而且人们最关注的的还有一个产品,在这次的发布会中也没有亮相,它就是AirPower很多人都对苹果的无限冲击数充满了兴趣,但是它没有出现。 虽然AirPower这次没有出现,但是有一家厂家站了出来,狠狠地用新产品打在苹果的脸上,这家厂商就是南福。 南福的无限充实iPhone专属的无限充,也是目前市面上充电最快的,相比于前一代南福无限充提高了50%的充电效率,甚至超过了苹果的无限充电器。 在这次的发布中,南福升级了电信,不但支持了苹果的充电,对于市面上安卓的充电也一并兼容了,相当于市面上主流手机,都可以在这个快充下充电。 这让不少安卓用户也十分满意,而且南福这次还拿出了4个黑科技,其中采用捐流充电的方式,有效地保护了手机的电池,而且增加了124个散热孔, 让手机在充电时,不会发热影响到手机内部结构,还有硅胶防滑技术,有效避免了手机在充电板上滑走的时发生。 最有用的一点就是智能断电系统,在手机不再充电,或者有异物放置,在充电板上时会自动断电,有效防止货灾的发生。 南福不但在最早支持了苹果快充,也做到了安全上的极致。 在苹果的AirPower迟迟不上市的情况下,这款来自南福的国产充电板在各个方面狠狠抽打苹果的脸。 毕竟苹果只是各做手机的,但是南福是专业做充电器的,数优数列大家一看就懂,而且在价格上也很低廉,只需要79元。 这种价格在苹果产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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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